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之前在课堂上很多社员会希望我可以教大家汉堡牌怎么做 我个人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但是你要知道越简单的方式其实它越好吃 我们这一次中原活动绞肉是有特价的 所以我用了四包 我们一包是300克 所以用四包的绞肉来做 四包绞肉我搭配三颗小洋葱 你看洋葱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剥开 里面会有一些黑黑的这个把它洗掉 那洗掉之后呢我会把它那一层再把它剥掉 如果你的洋葱切开它是烂掉的 或者是里面是发霉的 那这样就是绝对不要使用 那像刚刚看到的表面上黑黑的这一个 这个把它擦一擦就好了 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一些根青类或水果 它自己的自我本身防御的功能 好来看哦我用了四包绞肉 然后我就先把洋葱跟红萝卜 红萝卜就大概像这样就好了 一点点点缀就好了 红萝卜你用的越多啊 你的那个汉堡肉的颜色就越红 这是相对的 那如果不喜欢吃红萝卜的了 你就可以不要用 没有关系 三颗洋葱我把它打碎 洋葱我会把它打到有出洋葱水 这个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个很关键的秘诀 教给大家咯 把洋葱打碎打到洋葱水 这样子我们在跟搅肉拌匀的时候 会把那一个洋葱水打到肉里面 我自己是这样思考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真的不错 因为我们都会要打水打水 事实上我觉得把水分打进去 洋葱水打进去 你的汉堡肉一定会好吃 很多时候做菜它就是一个很理科脑 对你会去想该怎么做 然后盐我是用 比如说我们肉是两斤 我的盐就会是乘以七倍 用我们的海盐 我自己的比例是这样抓 那你做这一次之后 如果你觉得那个味道不够不够咸 你就可以自己在作量去增加 然后我再加黑胡椒跟意大利香料 我就只有加这样 那如果你想要加一点辣椒粉啊 或什么的也可以 我的汉堡肉排 你注意看我的手势 我怎么去做 有一点大概抓你的手掌这样的大小 然后你手手掌要稍微弯曲 去把它在这样子左右甩打的时候 就去把它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圆形的形状来 其实都不难你多做几次 我这样做汉堡排已经做了快十年了吧 所以那个抽水啊 是很多东西就是情人补作 你做久了你就会 我一颗一颗这样子 我就把它冷冻起来 那冷冻起来一颗一颗的是 因为这样子你会比较不占空间 你也可以做肉丸子 比如我要煮汤的时候 或者是我今天也可以直接把它拿来炸 就有点像那种 人家那种 狮子头啊 肉丸子这样 那我一颗一颗的 如果我要把它煎成汉堡排 我就再把它压扁就好了 我这边都有一起示范给大家看 我平常怎么做 然后你看到画面中 我用这一个冷冻花椰菜 记得哦 我在山椒带过大家 冷冻花椰菜啊 你就是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你不需要先退冰 因为它在快速冷却的当中 水分都在里面 如果你先退冰了 它就会把水分浓出 就会软掉不好吃 画面中看到还有韩小菇 韩小菇吃起来还蛮juicy的哦 然后汉堡肉排做完就可以像我这样 比如搭搭搭餐包 它就是一个汉堡包 它有非常多的可以组合的方式 好咯 大家都学会了吗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